有时候会去看中医 很自然地就说了黄家印这个名字 就不是说黄荣熙这个名字 我都自然都说黄家印这个名字挺好 其实都不用改 但是可能趁着18岁 就不如改一下 就会方便一点 我对驾车这个人没有兴趣 但是我觉得学完之后 驾不驾是一个选择 经常会患上一些情况 如果有人去对我做些什么的话 旁边有部车 又刚好有插锁匙 又有可以开到 同天而降的一辆车 让我去逃跑的机会 一定是开车比跑步快 大学可能我做了很多group project 要很多你和大家合作的东西 反而觉得暂时在我现在要工作的阶段 是比较困难去做得好的一件事 因为你很害怕又会失去讯息 然后又说 又怕 大家会觉得你不做事 然后我自己 如果你们有什么做 你们一定要出声 但我又很害怕 这样说完之后 大家会觉得 又不是做得很多事 又叫我们给你做 我就很害怕 旁人的目光会 误解了我 我其中两个最好的朋友 一个是我小学 认识得他不是很多 但中学竟然大家 再认识的一个同学 另外一个同学 就是由我 form 1到 form 6 都是同班 所以其实 这个关系 这段友谊 其实我很害怕 在大学找不到 我经常 要不就回家 要不就去工作 其实我很少 跟新的同学 有一个交流 总之多些时间 跟他们相处 但是 比较困难 我自己没有太留意 就是自己身材上的东西 但是 我没有自食 因为 家人怀疑 现在这个阶段 你吃到多少 就吃多少 但是 平时可能自己压力 影响到自己的关系 平时可能没什么胃后 你反而吃 你吃下去 会很想吐 这部剧 其实跟我对上一次 很不同的部分 因为有了一条感情线 自己的气应该都OK 脑海里面的自己 但是出来 我就不知道 表情会不会很僵硬 肢体会不会很生硬 我记得自己哭 我记得 灯海 并不是我表演过一个最大的场 但是 我觉得 里面所有的观众 所有的人 都是感受到他们那种热情 穿红色那套衣服的时候 其实我的头脑是盘起身的 其实我后面那个发针的位置 是勾着衣服 一直这样唱着歌 但是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不知道怎么弄到 弄到它 就变回正常 所以 所以 这个也是一个 挺搞笑的意外 因为 只是表演了一场演唱会 所以 好像之前做过的东西 没有机会再做好一点 这次 其实台风来了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再给我们去 收拾一些细微的位置 再做好一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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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